自己看到路人都要這樣揮揮手 在旅遊的時候說最好吃也不會過 這邊這邊蠻大的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歡迎回到貓舞郎的頻道 這次我們來到了德島 冬天做輪渡出海真的是超冷超冷的 這次我們從大阪會去到德島 其中就用了兩種的交通工具 一種是南海電車 在和歌山港接駁南海輪渡 說到這個德島線 它的地理位置雖說是在四國 但是它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跟大阪或者說關係那方面的聯繫 又更加緊密的 因為它僅僅是隔了一個海峽這樣子 所以其實用這個方法去德島線玩是最方便的 每班的列車都會有緊接著輪渡的這個班次 所以說非常的方便 在這裡也提供一個超級優惠的套票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南海輪渡加南海電車 它其實有一個打包的套票價就2500日元的 因為光是買這個輪渡的 單程票價也要2500日元 但是目前來說呢 這種的套票只能夠利用我們的 非接觸式的感應的這種信用卡 才能夠享受到這種的套票 你做這個輪渡的話呢 其實它可以免費利用這個南海電車 在大阪的南波到合格山港 這麼長的一個小時的特級電車 都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計上一起高松的行程之後 這次來到日本四國地區的德島線 如果還沒有看過高松行程朋友 可以點擊鏈接重溫一下 南海渡輪除了綠色座席 也就是一等座要加500日元之外 其餘畫面看到的都是自由座席 可以隨意利用 日本當地的朋友就特別喜歡這種 榻榻米的區域 船上除了有小商店 還有各種自動販賣機 遊戲機和漫畫 坐船除了更悠閒自在 也沒有其他交通工具那種局促的感覺 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就從合格山碼頭到達德島碼頭 然後再坐一程大概20分鐘的接駁巴士 就可以到達JR德島站 隨著我們到達了德島站之後 也總算是開啟了貓武郎 第26個日本的都道府線 也是屬於打開了德島線的全新版圖 德島行程應該算是比較匆忙定下來的 突然間三連修想找個地方去 然後就是來到了德島這邊 所以基本上攻略也沒有做太多 應該會是一個很Chill 然後走到哪兒 玩到哪兒吃到哪兒的一個行程來的 真的這邊的水還蠻清的 你看這個遊船碼頭這邊附近還挺乾淨的 各位呢也簡單說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第一個行程呢 就選擇了坐這個遊覽船 很多人都說四國這邊呢 有日本最後的很多的秘境 包括是高支線還有德島線裡面 會有一些很多很適合漂流 或者說是露營森林徒步的地方 但很可惜它很多的交通都還沒有搭配上 所以呢才能夠稱得上是秘境 很多的景點都需要自駕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一趟行程我們僅限於在德島市的附近 那德島市呢它有一個美稱叫做水都 吉野川有很多的支流呢 是流經過這個市中心的 所以在德島市這邊有大大小小 130多個的河流的 自然也就是橋樑會比較多了 所以這邊呢也有一個另外的美稱 叫做橋樑博物館 今天呢我們第一個行程 就從水上這個角度 去跟大家來開啟德島市的觀光 現在呢就在這個船上面坐下來 大概就穿上就像這樣一個樣子 因為現在是冬天 加上羽絨服的話 確實是臃腫得不得了 噝開啟動 路人都要这样挥挥手这样子 好friendly 它很多的桥都是挺矮的状态的 几乎能够碰到头 如果是长桥的时候的感觉 然后今天呢2月初 所以气温还是蛮低的 开起来的风还是蛮大 这个桥呢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就是它可以去三个方向的 现在马上就到那个出海口了 所以你看会看到那个海鸟是越来越多 然后呢刚刚船家来说呢 这种海鸟也看它就长相非常的可爱啊 但其实它们呢就是会攻击人的 尤其是一早一晚 它们要觅食觉得很饿的时候 各位如果是坐一早一晚的船的话 就要小心这个头啊 你看这边的所谓的商店步行街也是超级美人 在日本每去一个新的县 或者说去一个新的城市去旅游 我觉得其中一个指定的动作 或者说是一个指定的一个小确幸 就是去开发或者说是给你的味觉上 增加一道新的拉面的一个体验 德岛这边呢它是分成三种派系的拉面 分别是茶系黄系还有白系 茶系呢就是主要是豚骨加酱油的这样的一个拉面汤底来的 白系跟黄系呢就是用鸡加上的这些蔬菜呢 或者说野菜呢一起去炖煮的一些汤底来的 根据它的口味的清淡不同呢 还有黄系跟白系的这个区别 白系的话呢是最为清淡的一个口味 今天来到的这一家呢是1951年开业的银座衣服本店 它们的代表呢就是这种茶系的豚骨酱油的拉面 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们是用那种细面在德岛县比较少有的做法来的 然后它们家的拉面呢除了有豚骨去熬煮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卷心菜 还有这个洋葱还有胡萝卜等等 所以呢整个汤头非常的鲜甜 还能够吃出很浓郁的猪骨的香味 那除此之外呢另外一大的特点 就是它会加入了生鸡蛋 整个汤底还有整个面条吃起来的感觉 会更加的醇厚 这边的梅花也开了 看到身后的那棵粉色的花的树吗 刚刚在对面我以为是梅花来的 因为不会觉得樱花会开那么早 然后呢刚刚就在那边去拍的时候 还碰见了几个当地人 然后他说这是樱花来的 比往年早了一个月这样开 不知道为什么啊 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 因为呢就是现在二月初就能够看到樱花 完全没想到啊 太幸运了好美 这边连这个自动贩卖机也是有这个阿波5的元素 得岛城记就在JR得岛站的北边 得岛城的天守在17世纪被破坏 而正门旧之门则是1989年重建的 现在成绩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公园开放给市民利用 其实得岛市中心真的比较没有旅游观光资源 本来还有个眉山可以上去俯瞰一下得岛 淡路道 但很可惜 三年修的时候竟然缆车也暂停运营 阿波5会馆也在同一栋建筑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顺道观赏一下 而缆车旁 有一座备受当地居民推崇的得岛眉山天神社 神社供奉着被称为学问之神的坚源道真 所以会经常遇到要参加考试的考生过来祈福 其他还有祭祀五股丰收 生意兴隆的道贺神社 还有很多女生喜爱的激功神社 通往激功神社小小的参道上 有22个以夫妇踏脚石为名的石头 每一个都是爱心的形状 据说是著名的恋爱能量圣地 这边这个还蛮特别的 是湖面的米姑吉 如果过来梅山缆车和神社这边的话 不要错过父亲一家宝藏法式甜品店 买了一盒他们家的甜品 然后待会回去祭典开箱吃一下 这个不得了 算是我在旅游的时候 这么多城市吃到的布丁 说最好吃也不会过 非常的软滑 表面这一层呢 它是买了之后才会烧的 欣赏的就是它带有苦味的那种焦糖的味道在里面 本来就很甜的这个布丁呢 显得没那么甜没那么腻 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而且呢里面的奶酪味非常的香浓 你看这个布丁还蛮真采实了 就是它上面有很多香草夹 就是真的一条条那种香草夹 刮下来的那种香草籽 而不是用香精的那种 这个粒子泥 类比的话就是那种非常棉花的 莲蓉的那种馅料的那种棉花的程度 它里面加了很多的应该可能是朗木酒之类的 把这很香的酒味 然后混合着粒子的那种香荣的味道 非常浓厚 刚刚第二家甜品店 其实就是属于这次得导住的这家酒店的 想不到他们家竟然甜品店比酒店出名 房间就是一般商务酒店风格 设施有一点点显究 有点疑惑的是 房间面积其实不小 但床和洗手间都有点小 房间也没有因此善用一下空间 增加一些食用的东西 甚至连电视机也是目前我住过最小的 由于行程是前一天晚上才定下来 酒店自然定得很匆忙 JR德岛山附近 还有JR克莱门特 大河努类等酒店可以选择 现在大概是晚上八点钟左右 德岛站的周边还是挺热闹挺旺的 然后其实十四还蛮多的 各位殊不知 我已经在这附近多了快一个小时 都还没找到餐厅 因为原本计划要吃的几家餐厅呢 它都满席 然后又不能在外面等位的状态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今天是三连休养 他们特别不想做生意还是怎么样 想要快点收工 所以呢 现在在这边赚啊赚啊赚了好久 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店 因为普通的居酒屋又不想吃 还有很多年降低的要求 分数不太高的店 结果还都是满席的状态 哇塞 这种花圈过于震撼了 这次确实呢 又是自己太大意了 对 这家就是刚刚又来过了 三家分店都没有位置 太夸张了 太大意的地方就是没有去定位 这其中之一 第二个呢 酒店呢 坐太晚了 然后七点多才出来找吃 结果 任何餐厅现在都找不到位置 想不到这样还 非常多人 就晚上突然间就在这个区域聚集 然后吃饭这样子 所以呢 三连休记得了 各位 一定要提前找好餐厅 然后这样才会 有保证 吃饭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着落 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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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吧,算是中中停停偏中上的那種水準的食物之素 自助的飲品的地方很特別的一個點 就是還有這種能量飲料提升醒腦的這種可以拿的 暫時只見過這一家是這樣子 而且能夠在這邊吃上荔枝也是不簡單的 雖然說這種是摘了下來冷凍過後的荔枝 但是味道還不錯還可以 我覺得得到的相關的旅遊資訊真的是太難太難找了 就是做攻略的話 比如說這個很好的一個觀光電車 我當時好像就幾乎沒有查到相關的信息 全部都是露空的這種座位 能夠看到這個吉野川的景色 然後這條線是專門去經過一些藍染的工坊的 而且它是休息日週末運行的 當你沒有留靈感的時候 比如說現在匆匆忙忙來到德島線不知道去哪裡的話 可以在他們的觀光案內所看一下這些小冊子 這邊的商家還蠻好的就是他們會專門留一個門縫 然後呢還在這裡面你看放了一些給流浪貓吃飯的水還有貓糧 應該就是我們昨天看到的那個流浪貓咪 這裡蠻多家都是這樣子的還有這裡 這邊也是留了一個門縫讓他們不至於不在裡面冷到 由於得到很多的觀光資源都要深入縣內其他的城市或者深山裡面 對於市中心周邊來說 最有看頭也最出名的莫國瑜即將要去的地方 說時時內時快我們已經從德島市那邊來到了德島縣的名門市這邊 那不知道說起名門的話大家知不知道名門有哪些比較出名的東西 或者說名門的特產是什麼 那對於我自己來說名門很出名的東西就是鯛魚燒 還有呢經常會在超市買到的名門的非常好吃的紅薯 另外一個的特產或者說是來到名門必定要參與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看名門漩渦 今天來看這個名門漩渦呢剛剛買票的時候 他們的工作人員說今天有可能看不到比較美的漩渦 因為今天有海浪的關係可能會對這個漩渦造成影響 現在呢我上來了這個二樓的地方啊 其實它一樓跟二樓呢是價錢不一樣的 二樓是屬於一等座要另外加多一千元上來 但是我覺得既然來都來了一樓太多人 如果想要拍漩渦的話應該是基本上擠不過來也不好意思去擠 然後現在這邊呢二樓的話基本上是沒有人的 就是人數比較少你看就相對來說還比較空曠 說我還蠻建議如果條件允許的話 省吃一個便當的價錢然後要上來二樓這邊 這邊已經可以看到這個大名門橋了 今天的這個浪確實是蠻大的 我們乘風波浪之際呢也跟大家呢來說一下這個 這個明門漩渦為什麼會這麼有名 而且呢明門漩渦是屬於世界三大漩渦之一 在明門尤其是明門海峽這邊呢 它是由於這個水位有一個高度的落差 寂宜那邊還有賴過內海漲潮的時間呢也是不一樣的 兩邊的水流有一個速度上的不一樣 形成一個漩渦這樣子的 據官方說最漂亮最大的可以達到20米這樣的一個漩渦 確實今天的海浪是蠻大的 在這邊很難站穩 因為這個浪太大的關係 而且呢因為要觀賞漩渦它也不能夠開得太快 所以呢很不穩的狀態 有可能那邊那個是蠻的傾角 會有離心力 你看一下 哇這個這個 看到沒 雖然不是很大 然後雖然海浪的干擾還蠻多的 這邊這個蠻大的 看一下 除了坐觀光船 還可以走上大明門橋的橋上透明步道 從45米的高處觀賞漩渦 不過要無感去感受漩渦的氣勢 還得是觀光船 觀光船會在有漩渦的海域來回穿梭幾次 讓你可以從不同方位和不同光線角度去欣賞漩渦 可是當天真的就是風太大浪太急 很多剛剛出現的漩渦就會被大浪衝散 旁的那邊就是淡路島 一直都很想去的地方 可惜也是沒有車 去各個景點是非常不便的一個地方 其實來看明門漩渦呢 有兩個時間點呢 需要各位去注意一下的 首先呢明門漩渦比較多發的季節呢 是在春秋兩季 另外呢就是它每天呢 會有大潮還有低潮的時間 如果能夠看到這個漩渦的話 盡量要選擇大潮的時間 那每天呢 它會在那個官網方面呢 去提前公佈 接下來一個月的大潮時間是怎麼樣 所以呢你會看得到 錯過了大潮時間的話 像是在現在已經過了兩點多的時間呢 就是基本上沒有人在排隊去坐那個船的 明門市的散步是坐巴士時候才臨時決定的 先去吃個烏冬麵做午飯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然後來看一下 看看 因为呢我们压根没有想在明门这边做逗留的 只是坐巴士经过明门站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这边还有挺好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还有挺美的河川 今天天气又挺不错的 好像觉得应该要下来顺便逛一下明门这边 马上去搜寻了一下附近比较高分的 几乎都是乌冬店来的 然后才知道原来明门这边呢 也是他们的一个就比较好的一个的名物 就是他们的这个乌冬面 就是乌冬面了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离乡川县又更近了一点点这样子 那说到明门觉得是我平常超市里面看到的一个地名 因为很多买的菜也好 会买的红薯很多 要不就来自于淡路岛就关西这边 然后呢就来自于明门这边的 对这个地方还印象当中还挺有感情的 这边呢是跟德岛那边呢差不多 因为呢很多河流都是这个吉野川所经过的地方 德岛这边呢应该说是比较多朋友会去的一个观光 或者说是留资源就是他们在深山里面的一些温泉 或者是呢德岛县这边的一个漂流的资源 非常著名的景点在深山里面叫做大步威和小步威的 那顾名思义大步走很危险小步走也很危险 大步威小步威那边呢就是有那些激流险峻的山峰 嗯很可惜就是我们这次两天一夜行程时间真的是太赶了 不太可能过到那边去做漂流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最好就是我自己有驾照的时候啊 自驾跟各位去发掘一些更好的一些秘境这样子 因为这边呢交通确实是不太方便 另外呢就是之前在微博非常出圈的一个村镇里面不是有很多那个稻草人 或者说是不娃娃做成的假人的吗就看上去很恐怖的那个村庄其实也在德岛县这边看一下各位水质都超好超好 我就这么看下去可以看穿10米深的状态 差点忘了拍这段就是现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是想说一下那个吃完乌冬面的那个感受的实在是太好吃了 吃完一碗马上又下单了另一碗当然了也是因为它分量有点小的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非常好吃 以我有限的词汇去形容的话 会有点像广东人吃到的那种果条 或者说是沙盒粉类似这样的一种好吃的状态 明门市的观光其实还有大种国际美术馆 但因为主要是一些纺织的艺术品 对我来说兴趣接近零 宁愿在市区随意走走 比如远远就看到的类似天守阁的地方 庙剑神社和抚养城城迹组成了庙剑山公园 抚养城原本并没有天守阁 这个是后来建造的模拟天守阁 这里有个类似展望台休息亭 值了值了 超美的 在车站旁边有一个这样的主堂 这边还挺想卫生的 他就说要用的时候先要把那个脚给洗一洗 好好还有杂质 哎呀很可惜 已经快要坐那个驾车 各位过来一定要记得享受一下 这次我们的德岛县的小旅行 尤其前一天才定行成这样的一个快闪的小旅行 所以呢很多的很细微的攻略的没能够做的太好 蛮多遗憾的 首先就是没有很好的去把一些德岛的观光资源给摸透 去呈现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地方 他们大多数的景点都是属于那种在深山 或者是在一些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的那种传说中的秘境来的 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的B站或是油管的朋友呢 已经是去过德岛那边去玩的 欢迎呢在我的留言底下呢可以po上各位拍到的一些好看的照片 或者是一些好玩的视频等等 得到给我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呢就是一定要自驾或者是包车 可能会给你好玩的感觉呢会加分很多 我现在这次靠巴士或者说是JR火车来说呢 我觉得旅游的体验的感觉不会是太好的那种 因为呢交通实在是太不方便 尤其是它的巴士跟这个JR线路它的车次都非常的少 比如说是上午或者是下午呢基本上只能够去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情 这样子呢就对旅行当中的效率呢是大大折扣的 另外呢我觉得德岛这边一定要去游水或者说是跟这个吉野川有联系的地方 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会是最好的因为吉野川实在是太美了一定会很出篇 另外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就是在德岛县玩的话呢 去一些乡下的地方给你的感觉会好很多 因为呢它的城市不会是那种非常繁华的那种 甚至是会有一点萧涩的那种感觉的那个城市 所以呢来到德岛县尽量的往郊外走吧 给你的感觉一定会好很多 好了这次德岛32小时的快闪小旅行就分享到这里 这段时间都会陆续为大家分享一些关系地区周边的短途行程 还有正在拍摄中的樱花特辑希望小伙伴们会喜欢 如果想了解我更多日常的小琐碎 欢迎追踪和关注我的爱趣和小书 做流畅视频真的很不容易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记得走之前点赞转发留言 这是我坚持的最大动力 喜欢日本旅游和慢生活的朋友 也记得订阅关注我这些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有新影片就会及时收到通知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我是马武郎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